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 论国 他大概就是比较算 广泛的把中医 原始点 还有西医 他们之间做了一些比较 那今天谈变医师是 就直接讲我们的整个体系了 我们如何来诊断 然后诊断之后怎么处理 那这个是原始点独有的 那我们来看今天变因失智的内容 生命要靠身体的组织器官运作来为使 而推动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需要充足的能量 此能量称为热能 因此 所有疾病不外乎 源自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体伤问题 二是身体能量不能充分供应 组织器官正常运作所需的热能不足问题 再者 原始点从因治病通过按推及热源 亦以实证处 所有疾病症状皆因体伤与热能不足所致 体伤分为他处体伤与患处体伤 可直接导致症状 热能不足则可通过影响体伤 间接导致症状 有症状必有体伤 身体为修复体伤 必会消耗更多热能 而使热能不足体力虚弱 反之 热能不足体力虚弱 也会使体伤恶化而加重症状 陷入恶性循环 由此可知 体伤与热能不足彼此相互影响 共同左右着病情的变化 所以治疗疾病必须通过按推及热源 同时解除体伤及改善热能不足 那昨天的疾病由来图 我看还是能不能再放一下给大家看 因为很多都第一次来听 我想还是把那个图让大家看一下 好 昨天介绍的这个疾病由来图 那疾病是怎么产生的 疾病具体发生的就是症状 那它的因 疾病之因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体伤是怎么造成 还有热能不足 大部分就是炎 那炎就有分很多种 比如说情绪啦 压力啊 熬夜啊 甚至车祸外伤种种都是 那体伤跟热能不足 它有一个关系 彼此复为影响 你有体伤才会产生症状 但有了体伤之后 身体自动会去修复它 要修复它就要消耗很多的热能 所以只要有体伤 一般热能就会消耗 那同样的 你因为情绪压力 消耗太多热能之后 会不会造成体伤恶化 也会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互为影响 这是昨天介绍疾病由来图 已经有说过了 那我们今天在便因师事一开头 就从生命的角度来探讨 也就是我们人 之所以人活着 他要不要组织器官运作 一定要 如果组织器官停滞了 你不可能活 那组织器官要动 一定要有一个推动力 那个我们称为热能 由此来看 身体会产生疾病 也就是这两个系统出问题 一个是怎么样 组织器官运作 失调的体伤问题 一个是 身体的人量 不能充分供应组织器官 正常运作所需的热能不足问题 那这个是从生命的角度来探讨 也可以说得通 那原始点 有别于中医或西医 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是先做出来的 然后才慢慢把理论架构 整个再把它完整 那原始点做出来之后 原始点一开始就透过什么 按推还有热源 因为昨天我已经讲过 为了找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花了五年 那再来你位置找出来 一定要配合怎么样 按推才能产生作用 所以他透过按推 那症的不适感 或功能紊乱 用按推 大部分会有效 但是到了症的体力虚弱 还有壮的组织受损的时候 那靠按推有没有用 没有 这时候就要怎么样 要内外热源来修复了 所以从临床上 原始点从因治病 透过按推与热源 也证实了 所有疾病皆因什么 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比如按推 它是解决他处 体伤所致之病症 那内外热源呢 是改善热能不足 来修复体伤 尤其是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那很明显的 从这两个已经看得出来 所有疾病 你一定要解决体伤 还有什么热能不足 所以他已经实证 你所有的病原始点都是这样子 昨天放了很多案例 也都是透过按推跟热源 做出来的 没有其他 所以等于原始点从一开始 就说所有疾病 皆因体伤热能不足所致 到了书快完成了 我还是讲 所有疾病皆因什么 体伤热能不足所致 它是实证出来 所以从理论上 也可以看出 这个才是疾病之因 从实证上也证实了 是这样 好 那我们 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 那体伤这里就有分 我们再看图 体伤又分怎么样 他处体伤与患处体伤 等于你透过按推 如果按了有效的 叫做什么 他处体伤 按了没有效的 叫做怎么样 患处体伤 按了有效 当然按推就有效了 那这个就是按推可以绝证 按推没有效 患处体伤就是要靠怎么样 外面热炎来修复 来补足热能的不足 修复体伤 所以所有疾病之因 就是这样回事 那体伤可以直接造成疾病症状 但热能不足呢 他不会 因为他是抽象 那他是怎么影响到症状 他是热能不足的时候 会加重体伤 然后来导致疾病症状 他是这样来的 体伤恶化就会导致症状 那这时候身体会修复他 那要靠的是什么 热能 所以热能也会同时怎么样 更加严重 所以他们两者 彼此互为影响 然后左右着病情的变化 所以如果你要解决疾病的时候 你必须要用什么方法呢 要透过一样按推与热炎 同时来解除体伤 还有什么热能不足 这样你才有办法达到 而不能切割 因为你有体伤 它还是会影响热能 那你热能不足 也会造成体伤的恶化 恶性循环 所以原始点最后 他是一个整体的 他在治疗上 他不可能按推 然后不温敷 不喝酱汤 按推你就回去了 如果你去外面 他是这样处理 他只帮你做了半套而已 还没有做 因为原始点 他是整套都要做 那这个也跟中医 中医三大疗法 但实际上在临床应用上 你去找中医 他不可能同时这样用 不可能 他又开药给你 又帮你蒸 又帮你揪 有没有这样 没有 我即便我当医师 我也做不来 因为患者来 你扇着要做很累的 你给他要 开完 然后再帮他蒸 然后中医的揪是怎么样 用爱调 那诊所都小小的空间 你一温揪的时候 整个屋子就烟雾弥漫了 怎么可能呢 所以有一次我也是 我开始也尝试着这样 有一个我记得 关节发炎的患者来 脚踝肿 然后又痛 然后吃药没有效 当时候因为没有原始点 反正什么都有 药没有效 那药没有效就应该怎么样 蒸 结果那时候蒸 蒸的技术也不好 蒸了 痛又没有办法解决 那肿依旧 所以最后想 那就用什么 用揪 那揪 我就慢慢用那条温揪 结果一直熏眼睛啊 开始就干涩了 然后再隔一段时间 我听到患者惨叫声 原来我已经打瞌睡了 那患者惨叫 我当然醒来 但是我当然被故作镇定啊 我就说 这一招叫巴痕揪 特别有效 揪完会留下巴痕 但是因为很热 热会透进去 绝对有效 患者听了更高兴 他说我这么用心帮他揪 所以隔天进来还来了 然后他说昨天真的有效 但是你再帮我巴痕揪 我怎么敢啊 所以从此以后 我很少 就同时三者借用 那你去中医诊所 你也很少看到 有一个医师愿意 你来三者都用 不可能 但你到了原始点 任何推广点 他们几乎都用 为什么 他可能帮你红豆袋温敷 有没有 或是姜本泥涂 然后又叫你喝姜汤 又帮你按推 哇 服务可好了 等于哇 这个比我们的医学 还做得更完善 所以原始点 因为他理论的基础 就已经确定了 因为体伤跟热能不足 他不可能单独的 他彼此互为影响 所以你一定要同时做 才能达到根治 好 那这是我对第一段的解说 我们继续来看原文 第二段 原始点医学的变因失智 是通过观察症状 从果推因 以研判病情治疗疾病 变因失智的诊疗方法有三 一 变病症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二 变病症轻重好坏的诊疗方法 三 变症状修复时间 及治疗范畴的诊疗方法 这一个 你们绝对在医学上 绝对看不到 我为什么敢这样说 你看 原始点医学 它变因失智 是通过观察症状 昨天我们有讲 中医或原始点 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那西医是以什么 作为诊疗对象 以仪器检查结果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这是两者最根本的分歧 好 那原始点从症状 它为什么可以达到 达到呢 因为它从果推移 作为研判病情来治疗疾病 那变因失智 到这里我认为已经完善 如果要改 只是那个边边角角的文字 那它可分为三套的诊疗方法 你们看喔 一般诊断 诊疗就是诊断加治疗 简单讲就是 仪器检查完 然后再来帮你治疗 那原始点的诊疗方法 都是怎么样 合一的 它不是诊断归诊断 治疗归治疗 没有 它在诊断的时候 已经在治疗 在治疗中已经在诊断 那既然这样可以发展出 三套的诊疗体系 任何一套诊疗体系 你都可以 独步于现有的医学而称帮 我认为这样 也许你们说 我张医师可能有一点狂妄 但我确实是这样感受 每次讲到这里 就有一点振奋 因为从来没有医学 是将诊断与治疗 同时发生的 在当下那一刻 就像我们要检查 进来屋子 电灯有没有都没有亮 整屋子漆黑 那我们知道开关在哪里 只要一按开关 我就知道所有的结果 按了如果电灯亮 那代表这里都没有问题 对吧 就只有开关没有开的问题 才7A 那如果我开了没有亮 我就知道怎么样 这是什么问题 电灯本身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就要修理电灯了 也就是要用内外热源了 不是不能只靠按推了 所以他在做这个 开关的这一个动作 既是治疗也是什么 诊断 所以变体箱位置 就是开关在哪里 就是开关在哪里的诊疗方法 事实上它就是合一的 诊断跟治疗合一的 然后既然发展成 三套的诊疗合一 因为它各有所偏 那简单的讲 三个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变成怎么样的功夫呢 你一个病人进来 大概我看一看 大概就可以约列看出 你的体箱 是在他处还是患处 从问话 它的症状感受 昨天我们有讲嘛 症状 症的不适感怎么样 多数他处体箱 或者怎么样 都有分了 所以在对话中 这些都可以问清楚 还有症的体力虚弱 也可以观察出来 还有壮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热能不足 我们都可以这样 一看就马上 大概可以约列知道几分了 然后知道 也约列可以分出 他的体伤位置 如果再进一步让我们动手 那就更准确了 还进一步怎么样 从他的这些症状 他讲述的 我们就可以分出 他的病情轻重好坏了 他的到底这个病是轻的 还是重的 还是到重病 还是到险相已现 甚至到命违 我们已经了难于胸了 那我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患者 我们已经有个底了 然后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患者 我们多久的时间可以把他治好 然后重病到底能不能治 我们心里已经怎么样 有个底了 你看哪一个医血 这三者等于合起来是这样的功夫啊 你这一个病人来 我大概就知道 你病在哪里 你讲完我大概已经有数了 然后多久会好 我也有一个大约的概念 这三套就是这样 那哪一个医血可以做到这样 我说光一个变病症体伤位置的 诊疗方法 几乎就已经可以处理很多了 而且几乎也可以独步于医学 一点都不夸张 何况是三者合一 这也是我认为是 从古至今没有出现过的 光诊疗合一就没有出现过 何况是三种 好 那讲到这样 那么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整个的内容 一 便病症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便病症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首先需观察有无体力虚弱病症 其次按推病症相对应至原始痛点后 使病症有无改善 以便明病症指体伤位置 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从而达到疗愈疾病的目的 好 这里先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它这个诊疗方法 首先是要用按推还是用观察的 这个次序有很重要 你不要每个人来 你就开始动手了 我要知道到底是电灯坏还是开关没开啊 万一那个开关你一按 这个开关可能就坏掉了 你就惨了 所以你还要看观察这个开关 有没有牢固 简单的讲 你一定要首先靠观察 观察什么 先排除症的体力虚弱 昨天告诉你们的症的体力虚弱 就比如行动迟缓无力 有没有 面无光泽 怕冷 发抖 水肿 有没有 诸如此类的 这一段一定要背 因为你只要遇到这样的患者 你就不能怎么样 动手了 比如当一个患者慢慢走上来 然后说我哪里痛 然后又讲话很细微 那这时候你不要说趴着 来我帮你揉揉看 看你问题出在哪 然后揉完的时候 那你起来吧 结果无动于衷 你再看早就那个了 你已经把它送到西方去 都有可能啦 所以你如果没有观察 万一发生这样 一见就够了 你这一辈子再也起不来了 所以原始点一定要比怎么样 专业更专业 也就是我知道你们都是无照 人家有照可以发生事情 你们无照一发生事情 就吃不完兜着走 所以原始点绝对不可以发生 所以这也是我 我说在诊疗体系的时候 我一定要比考虑的要比 一般的医学还要更细腻 所以我们一定先观察 这个能不能动手 高手一定是这样 不轻易出手的 那观察确定没问题了 排除了体力虚弱 我们才动手了 按原始痛点 然后觉得他这种力量 他绝对可以承受 你看中医没有到我们这么细腻 比如说 为什么他们针灸的时候 他们出手也是拿针 比我们更猛 我们只是用手而已 然后他们针下去 有人就怎么样 开始脸色发白了 然后就晕针了 倒下去了 有没有 就昏过去啦 重视多不多见 多啊 很多见 那我们绝对不能让你们 一出手人家就晕倒 那这样我们还能玩吗 是吗 所以我们有方法 中医没有讲我们那么细 那我们就是 正的体力虚弱 就是一个标准 只要遇到这些人 就要小心 那不是这种人 排除了之后 你才可以动手 我们是这样来的 好 那再按推再来变 好 那这样就能够决定 到底我们是要 先按推还是先热源 这样就可以排除 很多的危险性 然后来达到 我们疗医疾病的目的 好 我光这样讲 你们就有一个概念 等一下我们会细讲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就医疗而言 无论是经络穴位 阿氏血 乃至原始点的研发 都是为了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解除他处体伤 所致之病症 就保健而言 外内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的研发 则是为了改善热能不足 间接解除体伤 尤其是患处体伤 所致之症状 所以医学诊疗之实践 辨明症状 之体伤位置 是决定治疗原则的 诊断方法 也唯有如此 才能决定按推 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此籍病症 属他处体伤者 应通过医疗按推 原始痛点 以改善他处体伤为主 通过保健温敷 原始痛点 以改善热能不足 间接修复体伤为主 症状属患处体伤者 应通过保健温敷患处 以改善热能不足为主 即配合按推患处 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帮助吸收热源为辅 由此可见 未免误入歧途 延误病情 不论是医疗是保健 皆需辨明疾病之体伤位置 好 这一段 其实什么叫医学 我这一个问题 早期问了很多医生 我自己是医生 我说什么叫医学 我搞了20年的医生 我自己还问人家 什么叫医学 那我问这些西医 或是一些朋友 或是中医同道 他们好像都不能给我一个 很完整的答案 什么叫医学 那我慢慢搞出来之后 因为医学就是要 为人类解决怎么样 疾病症状 那这样说来 疾病症状 它有分 他处跟 他处体伤 因为病症有分 他处体伤跟患处体伤嘛 那他处体伤用按推的 就可以解决嘛 那患处体伤要靠什么才能解决 内外热源才能解决嘛 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 那按推 它是解决他处体伤 那个是医疗 因为它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很快速就能解决 因为医疗一定要有 快速治病的能力 如果透过内外热源保健 去改善你的热能不足 增强你的体力 到最后自我疗愈 它时间要怎么样 稍微久一点 因为对状组织受损体力虚弱 本来就要久一点嘛 它不可能像病症 一下子按了就可以改善 那这个就是保健 所以我最后才了解 原来医学一定要 包括两个手段 一个是什么 医疗手段 一个是保健手段 两者合在一起 才能称为什么 医学 那我问西医朋友 他们答不出来就是 我最后也知道了 西医只有什么 只有医疗 而无保健 保健只有中医 跟原始点有 所以中医它会变体质 改善你体质 从阴下手 来达到根本治疗 那原始点就根本不用谈了 西医有没有热能不足的概念 没有 所以它不可能有保健的手段 它不知道要温敷 不知道要喝姜汤 原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他们不知道 所以你看喔 我们一开头就说 你要解决疾病症状 你必须要通过这两个手段 也就是一个是医疗手段 一个是保健手段 那这个才是完整的医学 那就医疗手段而言 就医疗而言 那这个就是讲怎么样 按推嘛 那我们按推是按推怎么样 原始痛点 中医的针刺穴位 就是以经络学说来 那还有甚至在唐朝的 孙思苗的阿世线 也是为了解决他处体伤 因为按不可能把组织受损 或体力虚弱按好 这个我们已经在临床上实践出来 所以已经确定了 所以它只能怎么样 只能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来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光这一句话 没有医学人讲清楚 你针灸人治什么病 如果组织受损 他还拿针帮你扎 他处体伤的概念 那这个一出手就知道 他已经怎么样 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了 因为组织受损不可能靠针 然后他为什么会阴针 眼色已经苍白 一看就知道热能严重不足 因为我们说症的体力虚弱 多属什么 患处体伤所致 那你还拿针来 应该是要给他怎么样 温敷或用热药来温补他 结果你一针 难怪他怎么样 他会晕针 他就倒了 脸色就苍白就倒下去了 原来是这样来的 所以你如果了解了 所以这一开头就开始讲 把整个就开 开门见山进入我们的医学进来 就原来按推这个原始痛点 包括中医的针刺穴位啊 还有阿斯泉原来是医疗的手段 那就保健而言 我们就保健而言 他是为了研发怎么样 外内热源 因为你要改善热能不足 来修复体伤 一定要先重用内外热源 然后再来配合其他保健方法 你要改善热能 因为热源要吸收进去 你要不要靠运动 要啊 运动会帮助他怎么样 吸收热源啊 要不然你一直喝姜汤 不运动 喝到整个肚子大大的 一吸收不进去就尿出来了 甚至没有尿出来就变成负担了 所以你那个内外热源 还要配合其他的 所以这个就是 还有一些保健手段 包括我们重病讲 你要心情好啊 要运动啊 不能熬夜啊 类似这样 那这些研发是怎么样 研发保健的手段 那保健这样说来 能不能自立 可以 它是间接的 但是西医就没有这一块 所以到了组织受损 他们只能用什么 手术 那它何况 那他处体伤它又没有 所以他们常常就用止痛剂 类似这样 好 那这个我们西医 就不探讨它 所以通过这两个途径 我们已经看出来 你一个医学的发展 要到诊断的时候 你首先要变出什么 体伤位置 因为你变出来之后 你知道它是他处体伤 或患处体伤 那你就有一个治疗的方向 比如患处体伤我就知道 要用保健的手段来处理了 那如果是 它是他处体伤 我就用什么 医疗的手段来处理了 那我绝对不会犯错 也就是大方向 我就已经定了 所以诊断与治疗 它已经是完全结合了 好 那有了这样的概念 如果我们变出来是 他处体伤 应该要什么方法来治疗 通过医疗喔 医疗的手段 然后按推原始痛点 以改善他处体伤为主 那因为我说的 所有疾病 都因体伤跟热能不足 它是主 那有了体伤会不会消耗热能 会 我们刚刚已经讲 所以还要怎么样 通过保健的手段怎么样 来温敷原始痛点 以改善怎么样 热能不足 来间接修复体伤 这样我们就有办法怎么样 把疾病完全让它根治 好 好 那万一它下一页 这里 如果症状是属 患处体伤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 医疗的手段 还是保健的手段 保健的手段 所以应通过保健 温敷患处 因为他处按没有效了 那你就直接从患处下处 那温敷患处以改善热能不足为主 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按推 可以 但按推已经不能按推什么 他处 因为按推他处没有效啊 那你要按他按推什么 患处 按推患处的用意 是要解决患处体伤吗 不是 它是要改善患处的组织器官运作 来帮助怎么样 吸收热源为辅 也就简单讲患处体伤 一定是靠热源修复的 不是靠按推 那按推只是帮助他而已 所以他为辅 我这样讲你们理解了吗 所以由此可见 你为了避免误入歧途 延误病情 你不管是医疗还是保健 都需要辨明怎么样 疾病之体伤位置 好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你们再想想看 现在哪个医学 知道疾病有分 咔处患处的 有没有 都没有 那这个是重中之重啊 最为重要的竟然没有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 一开始前五年 前五年都在找位置 找了位置之后 然后按推开关 大开关之后 我才终于知道 原来疾病有分 塌处跟宽处 然后慢慢才建立整个体系 所以如果没有这一套 变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后面的整个发展 是不可能展开的 所以我才说这是根 等于是最为重要 医学最根本的 这一步没有做 你接下来的发展 很可能就偏了 包括中医也会偏 那西医偏的更多了 因为它完全没有 他处的概念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变疾病体伤位置的 诊疗方法 需按症状区别对待 状的体表组织受损 必属患处体伤所致 目视即可分辨 症的体伤位置 则他处换处皆有可能 故真正要变体伤位置 乃至病情轻重好坏的 是症而非状 这个没有问题吧 因为状昨天我们有讲 目视即可看得出来 即可分辨 那还要分辨吗 当然不用 那要分的是症 因为症有分三种 这个要变 到底它是 即便症的不适感 你有时候按了也没有效 那也是患处体伤 了解我的 所以按推才能最后 做最后的确立 好 我们要变的就是症 而非状 好 继续看下来 通过按推病症相对应 之原始痛点 若有改善 则此病症 之体伤位置 并不在患处 而是在他处 此他处是指 原始痛点的位置 好 如果这是就原始点的角度来看 那如果是就 中医的角度来看 这个他处 它没有原始痛点 那它就是什么 瀉位 它就是真是瀉位 好 我们继续看 换言之 此病症 是由他处体伤所致 若无改善 则此病症 知体伤位置 并不在他处 而是在患处 此患处是指症状的位置 换言之 此病症 是由患处体伤所致 可见对于病症而言 是先有按推原始痛点的治疗 之后才有变病症体伤位置的诊断 因此其过程既是治疗 也是诊断 这就是我说的 你按推的动作 它已经包含治疗 还包含什么 诊断 你们 你们再想想看 有没有哪个医学 在刹那间 就达到治疗跟诊断的 有没有 没有 不可能 从古至今 不管是任何医学 或任何的养生方法 都不可能达到 所以到这里 其实是已经是空前了 我认为是空前 所以每次想到这里 就有一点振奋 哇 这个 这绝对是医学的怎么样 一大步 将来这个绝对会影响医学 非常深远 我只能这样讲 那 好 既然他已经把诊断跟治疗合而为 我们继续来看下来 下面 由于体力虚弱病症 可显示热能严重不足 且其多数患处体伤所致 并不适合以按推原始痛点 作为诊疗手段 所以 便病症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首先需观察是否有体力虚弱病症 其次按推原始痛点后 其次按推原始痛点后 使病症的不适感或功能紊乱 是否仍无改善 与此两者中 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 即表示患处体伤是主因 处理后 若含有病症 应按推原始痛点 反之 若两者皆否 即表示他处体伤是主因 处理上 应以按推原始痛点为主 外内热源为否 好 这个应该看得懂吧 因为这个就是重复上面的 然后再把它简洁的 让你们知道 如果是他处体伤 那应该以按推原始痛点为主 对不对 就是以医疗手段为主 那患处体伤 当然是以什么为主 内外热源嘛 温敷为主嘛 好 这个都上面也重复过 那这一套就是 便病症的体伤 便病症体伤位置的什么 诊疗方法 这是第一种 好 我们已经介绍完了